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reactgs从入门到实战 那前面几节课呢,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reactgs 以及reactgsgsx和reactgs的组件 那么从这个今年开始 接下来这四节课呢,会讲起比较重要的这个几个概念 首先这个是reactgs的state 再一个是probs,然后是它的组件API 这块呢,会包括这个组件API和全局的API 然后是这个组件的生命周期 这一部分的概念呢,都是比较重要的一块 对于这个我们理解reactgs的这个核心呢 是这个起到的一个比较大的作用 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一下 上一节课呢,我们讲了一下这个reactgs的组件的概念 那么其中有几个概念呢,我们需要这个这节课 先来这个复习一下 然后这个再继续 一个是这个状态机的概念 我们说reactgs,它是把每一个组件都当做一个这个状态机来对待 当然也不能说具体到特别细的就是任何一个组件 因为我们在写的时候呢,是认为说 嗯,组件是尽可能的处于无状态的 那么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为什么希望这么做呢 嗯,待会用实例我们来继续的这个详细的解释一下 然后这个是复合组件 复合组件的有两个概念要区分一下 一个是这个parent,一个是owner 是有什么区别呢?parent的意思呢,是说这个组件 它的这个,比方说在dom 树里边,它有一个直接的概念 parent和owner,这个一定要做一个区分 parent呢,是这个比方说我们在这个dom 树里边有一个这个特别直观的一个感受 比如说这个div,是它这个下面这个spam标签的这个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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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内容,是这个spam标签的这个parent是它的复的 呃,或者是叫复容器,这个更准确一点 这个我们可以说这个div是spam的这个owner 那么具体应用到这个,嗯,如果是加入到组件的概念 比如说这里边它不是一个spam标签,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 这个flow组件啊等等之类的 那么我们说这个div是这个flow组件的这个副组件 但是呢,owner是另外一个概念 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这个我们在定义这个flow组件的时候 flow组件的时候它其中返回的render,在render函数里边 它返回的是这个,就是包括了一个这个div div里边呢是一个message组件 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div是这个message组件的这个副组件 但是,hello是这个message组件的owner,是它的拥有着 我们可以这么说,所以这个概念呢是一定要做一个区分的 复用组件就是组件的复用,这结合暂时用不到 再一个这个绑定试件的这个实质 绑定试件的实质是一定要这个知道 它背后使用的这个任何的,任何的实质 并不是我们使用的这种原生的实质系统 它可能它是包装了一层的 在不同的这个浏览器里边有做一些兼容的操作啊 之类的 那么这些概念我们说完之后呢,紧接着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正题 react.js state 首先呢,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state的用处呢 是这个在作为一个组件把它当作一个状态机的时候 作为一个这个,有一个状态的区分 有一个这个状态的区分 嗯 比较常见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 比方说我们定一个 定一个这个button的时候 不能说定,就是在我们对待 看一个这个button的时候 它在处于不同的这个收入状态下 它所对应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你在这个 power的时候 一般会表现出来一个样式 或者你在这个 click的时候 表现出另一个样式 甚至就是说这个 key up,key down,key down,key up 等等 都是表现出来的这个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就可以说这个 它其实是处于有这种 有这四种状态 然后在每一个状态下呢 它的表现啊 有一些行为操作等等都会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状态机呢 它的概念就是说 你把这个状态机引入到这个button上之后 你再定义了有限的这么几种状态 那么对应的每一种状态 你巴拉巴拉 给它写了一种写了这个一种对应的操作 就是Hart Hart play Hart 等等等等之类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在有了这种状态机的概念之后呢 就可以说 我在任意情况下 当用户有操作的时候 我不用自己去写这些事件 我不用自己去写这些事件 而是直接赋予这个button 比如说要给他 改变一种状态 比如说你给他改变成这个 可以当了之后 那么在这个状态机 处理的时候呢 你只需要输入他的state 那么对应的就比如说 我就可以直接list setState称这个 对应的这个state状态 并且blah blah blah do something 直接对应的是这个状态 对应的这个一些行为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只需要负责这个状态 而不需要具体的去执行 它对应的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好处呢就是在这儿 然后反过来说这个 反过来说这个state 它的作用呢就是为了在这时候 给这个组件定义有一个基本的状态 然后根据这个状态呢 它可以是做某些事也可以说是表现不一样 比方说反为不同的这个DOM结构啊 或者是引起其他组件的一些这个实践等等这些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基本的例子 on purpose这个确实烦人啊 DOM这个因为它虽然没有注册 但是它这个有一个不强制性的要求你去购买的功能 然后在大概每次在保存够这个多少次之后 会这个有这个坦窗 好处就是我们不需要这个不需要付费 坏处就是我们要忍受它的这个不停的坦窗提示 当然了如果这个有经济能力的同学呢 还是建议大家直接购买的 这句话呢 是从这个在官网上有提到 大部分组件的工作应该是从props里去数据并选 有时候对用户的输入啊 服务机的请求或者时间变化等等 做出响应的时候 它需要用到state 这是使用情况 一会儿我们再细致的讲一下它的使用情况 那么这个例子里边呢 定义了一个技术的这么一个组件 它初始化的时候设置它的这个count 数字是0 然后这个渲染的时候呢 放过了一个这个div 里边包裹了一个A表圈 然后是这个每次点击的时候 调用这个handle click这个方法 然后输出 表现出来这个dum就是你点击了多少次 那么在这个里边呢 每次改变每次点击的时候 直接更改这个状态set state count数目加1 哦对 ngex忘了起来了 显示是这个 显示是这个 然后每次点击呢 数字会加1 这是一个基本的基本的这个实例 在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改变这个状态里边保存的这个数据 那么它的这个值呢 ngex 会自动的这个更新这个组件的展示 然后展示出显示出它对应的这个正确的值 接下来说一下在这个state当中存储存储数据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这个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这个 嗯 这个点倒一下 先说一下应该存储那些值 还有不应该存储哪些值 存储的值主要是哪些呢 你通过视线出发可能导致这个EY改变的导致EY改变的这些数据 因为这些数据是和你的这个展示是直接息息相关的 所以你需要把它保存下来不然的话 你这边更改有可能说 本组件内 就是这一个组件当中呢 可能说你某些操作引起了这个改变 这种你需要在外 外部存储一个这个 嗯 必须要给它存储一个值 然后来展现 第二点呢 就是说在这个不同的组件当中 我看有没有合适的例子啊 比如说这个里边你这个input的时候 嗯 这个例子也不太合适 我们直接就来说一下吧 假如说是在这个有一个组件 有一个input的组件 我这就直接写为代码了 假如一个input的组件 它render的时候呢 返回的是一个这个input 它返回的是一个这个input 就是说从这个组件当中去取值 但是要在另外一个组件当中去展示 这时候你就需要把这个值存下来 这个值作为作为谁来存储呢 就是作为这个state来存储 那么在这时候你可以说 这个外层有一个这个更大的组件 这里边组件呢 可以有一些这个state 打发 有name什么 你收的时候可以给它传出来 那是render的时候呢 可以说里边有一个这个 包含了一个input的组件 包含了一个这个收组件 input的组件每次一改变 直接改变这个hello组件当中的name值 然后收的时候呢 改变的是这个hello组件 hello组件当中的name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这个一个 不同组件 不同组件当中的这个调用 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说 这些值或者是直接改变了 本组件以外的改变 或者是导致这个 其他组件以外的展示 那么这些同学 有可能同学会问了说 那如果不是以外改变的数据呢 那这时候我就有 这时候我就要问一下 如果你是这个作为一个 前端的渲染 你这些数据不是用来 作为前端的展示的话 你拿到这些数据有什么用呢 所以它要么是数据是直接改变了 本组件内容 要么是你传到其他组件当中的改变 但是不管是任何一种情况 它必须是导致组件改变了这些数据 你才要保存它的意义 然后是说不应该存出那些值 第一点是说 我是可以根据其他值来这个 根据其他值可以计算出来的 比如说这种 大小写的转换 你在imput的时候 你收的这个值 保存到了内部当中 然后你展现的时候 你是希望展现它说 展现的是它的这个大写字 那么这时候有必要把这个大写之后的转换 称除到state当中吗 比如说这个里边 例子 wetername word change name set state name是这个 input框数的值 然后是这个upper name 它取到这个name 然后 把它的字母都转换为大写 把他日度作为大写 那么这时候应该应不应该把这个大写字母直接保存下来呢 答案是不用 因为你的这个值呢 只需要保存你输入的原始状态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需要在展示的时候做一些改变 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到这个render函数当中 然后来使用 到时候 就是现实render的时候 现实它会做这些处理 因为你如果把这些 转化之后的值也存到c当中呢 那如果说其他情况下也需要这个值那怎么办呢 你就需要再转回来 再转回到原始值 然后再做第二次处理 这是完全不必要的 再一个就是说 你在处理这些值之后 他在调用render的时候是完全可以 是完全可以来做这些实时的转化 实时的展现的 你反而在这这个set state之后 现在有点多此依据 然后是这个props的数据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 如果说这个 这个元素的值是通过这个hello 是通过他的这个owner来传进来的 通过他的props来传进来的 这时候你完全是可以 通过这种状态来取得 而不用去存储 因为我们希望保存的是 这个c当中是任何 c当中存储的是更加原始的值 这些值是不需要进入任何操作 就可以拿到的 你任何的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取得值 你都不要保存到这里 reactdom的话呢 更不值得了 因为那个dom你在任何方法 是专门做这个处理的 所以这些数据是 你在现实使用的时候 直接来转化就行 不用说你在这 巴拉巴拉 我写了一个 等于一个这个什么 input on 你这些什么什么巴拉巴巴 这么一堆 然后你在这使用的时候呢 把这句替代掉 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你把DOM的值 把DOM的操作 都放到这个扔哪儿当中来处理 因为它就是用来做渲染的 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要尽量保证这个 你所用函数的这个功能性和纯粹性 然后是这个存储位置 存储位置 存储位置这块怎么说呢 假如说有一个这个比较复杂一点的 好 这是刚才那个例子 现在说有一个Hello组件 在这个Hello组件当中呢 它又用到两个 一个是input组件 一个是show组件 show呢 这是作为一个展示 input呢 这是作为一个输入 并且把这个值存储下来 拿到它的这个default value 你在使用的时候呢 我说这个尽量保持 保持组件的无状态 意思是说 所有组件的数据 最好是直接通过它的owner来传递的 比如说这个show name name的值是通过它来传递的 而如果说自组件有任何的这个改变 并且它的这个值 是影响到了其他组件的 也就是说这个组件里面的这个值 是不具有单独的封闭性的 那么你最好呢 把这个值 放到它的副组件 就是说 因为我这些数据是在 show组件当中也有使用的 所以你最好把它 把这样的数据 都存储到它俩的owner当中 就直接存储到Hello组件当中 然后在这里面 设置它的state 然后这时候呢 每次一改变 你就通过 自组件的任何数据 比如说像这种方法 它清据的时候 把这个函数传出去 作为一个回调函数 当imput当中有任何改变的时候呢 它调用 它传递进来的这个回调函数 然后把这个值传进去 通过这种方法 来这个改变state的值 这是一种 比较好的办法 我们这时候呢 就完成了这个组件 从上一次 从它的这个 自身范围 到上一季的拓展 因为对于Hello组件来说 它构成了一个 比较封闭性的一个 数据处理中心 它这里边数据交互 只是和input和show之间的数据的转换 所以这点呢 是我们比较提倡的 就是说尽量保持组件的无状态 一定要是通过它的owner来向下传递的 同时呢 state存储的位置 我们要找尽量构成相对独立 封闭的这么一个单位 state和props的区别呢 state主要是作为这个数据的计算中心 处理中心 刚刚也说了 就是有一个最小的这个单元的这么一个意思 而props呢 就是作为数据的传递工具 它的区别呢 我们在props的时候 会进一步详细的做一个区分 这三点大家下去之后要考虑一下 好处是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做 然后客户作业呢 一个是阅读 这个文章 再一个是这个写一个组件 实现一个子组件作为文本的输入 另一个组件当中这样是 并且附带上时间 这个呢比较简单 其实就是在这个 这个的基础上 增加了一个时间的概念 相信大家应该能够完成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